鱼友们,咱们今天呢,讲一下如何挑选金粒 首先,咱们挑选金粒的时候呢,一定要从这个体型上去挑 其次呢,才是这个花色纹络 第一点呢,咱们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挑选嘴大并且厚重的 这样呢,可以说明这个金粒呢,特别能吃 那么第二点呢,咱们要挑选眼巨长,头板宽的 像这样的鱼呢,长大了会特别的好看 第三点呢,咱们一定从背上看 从背上看呢,这个头后边非常粗 感觉就像这个鸭蛋的形状 这样的金粒呢,体型比较好 第四点呢,咱们一定要挑选这个尾桶特别粗状的 这个也是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尾桶的话,越粗成长性的话会越好 包括抢食啊,游动坏等等 第五呢,咱们要看侧面 就从侧面看,头部到背部成40度左右的弧度 这个背呢,不需要特别高 像这样的鱼呢,从侧面看,长大后呢,会特别的漂亮 另外呢,咱们不要选择这个肚子凹进去的这个鱼